打开电视看电影 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电影频道 本期的世界电影之旅 我们继续泰国之行 开启仙罗的光影之旅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电影之旅 我是童轩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跟随着前方的记者 去探寻了泰国文艺爱情电影的独特魅力 如果您对仙罗风情还意犹未尽的话 就请跟随我们 一起到电影中品尝泰国的味道 体验泼水节里的浓情爱意 乘坐渡渡车穿越在曼谷的大街小巷 再到泰拳馆里去领教一下 先罗功夫吧 泰国是一个洋溢着欢庆气氛的国家 处处充满快乐的感觉 从你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 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微笑活度的魅力 旅游业在泰国国民经济中 占据很大的分量 对于并未到过泰国 或者即将踏上泰国之旅的人们来说 从电影里了解一些旅游资讯 实在是很重要 说起考山路 当地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短短的一条街 是背包客的大本营 廉价的旅舍 对于精打细算的人来说 绝对是抗拒不了的诱惑 用麻雀虽小武藏俱全来形容 是绝对不为过的 考山路的精彩 来自于浓郁的嬉皮气息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放夜望去都是来自西方的背包客 三五个朋友当街一坐 就是一场聚会 品尝街边美食 换上五颜六色的T恤 再扎个满头的小便 实在是惬意极了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而言 没有到过考山路 就像没有来过泰国一样 这里四处的商贩们 交卖着各式各样 稀奇古怪的东西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 只有你没有想到的 没有你买不到的 就像梁纳多一样 来到泰国 希望游客们的第一站 一定是考山路了 在电影海滩中 曼谷融入了一片撩人的夜色 莱安娜多扮演的 叛逆青年里查德 徘徊在考山路街头巷尾 在一个商贩的怂恿下 喝掉了人生中的第一杯舌酒 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从此 无数的背包客奔至踏来 想要在考山路寻找另一番 刺激的体验 电影海滩中 电影海滩中 这就是为了很多人来来 因为他们看到电影 所以他们知道 来来来 所以 这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地方 来来来来 tourist attractions 当然 电影海滩中 电影海滩中 大家都想要来来 我们听说 是很棒的 去外出 和食物 和食物 因为我们在背包 我们没有太多钱 它是很棒的 费用 它是在路面上 对于泰国人而言 像考山路这样看来拥挤嘈杂的街巷 是他们生活中非常冲鸟的组成部分 热闹非凡的集市充满了节庆的气氛 而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中 在这熙熙攘的地方 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แล้วที่สำคัญนะคือเทศการณ์ปีใหม่ жизни 據ฉะนับวัติบุญตักบาท ทำความเคารบผู้แห่ง ก็รดน้ำตัхหัวรถผู้แห่งanners often คุณก็ดีมือวัทททรงацийของคนทุกruise 在电影里面 泼水节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除了家人团聚以外 更是青年男女表达爱你的好机会 在电影《青鬼恋曲》里 美丽多次制造与肯的会面机会 却始终没能感受到对方的好感 直到泼水节来临 肯大方邀请梅丽约会 梅丽千方百计躲过了与家人的出行 不料邻居女孩同中作梗 破坏了这段泼水节之旅 想要赶上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也许不那么容易 但是曼谷的美食 可是四季尝鲜不容错过的 在泰国的街头夜市 您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泰国小吃 不过要想吃到正宗的泰国料理 您还是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看看今天大厨都为我们准备了哪些丰盛的晚餐 位于曼谷皇后公园旁边的这家酒店 以传统的泰式料理闻名侠儿 第一大的特色就是酸与辣 泰国厨师非常喜欢用到蒜头 辣椒 鱼露 虾酱之类的调味品来烹饪 再配以丰富的香草提味 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 用料又以海鲜和水果为主 色香味俱全 从泰式的招牌菜东荫公汤 就可以看出泰国人民 对酸味和辣味的喜爱 随着泰国旅游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得以赛子 你亏究竟 但是欧美游客 可能对于辛辣的泰菜有所畏惧 在这里热情的厨师长 给不吃辣的游客们 支了一个妙招 如果您看过曼谷杀手的话 尼古拉斯凯奇早就教过你了 在彭氏兄弟指导的电影《万古杀手》中 尼古拉斯凯奇扮演了一个 身处异国他乡执行任务的杀手 他冷酷无情 不苟言笑 可是也许命运就喜欢 以这种古怪的方式捉弄世人 面对陌生的面孔 语言和风土人情 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 商店里的售货员雅女 尼古拉斯凯奇鼓足勇气 相约雅女晚餐 却在一锅热辣辣的 东荫公汤面前发了愁 好在雅女的办法实在是不错 嚼一片薄荷叶 就能减轻口腔里辣味的刺激 一顿无声的晚餐 增进了两人的感情 也让杀手萌生了 改变生活方式的念头 每当他需要执行任务时 眼前总是浮现出 雅女清雅纯真的笑容 特别是他身着帕农 偏偏起舞的样子 走进任何一家泰式服装店 您都能找到像我身后的这样传统泰式的服装 当地人叫他帕农 他们是泰国的妇女在宋甘节 有就是我们叫的泼水节的时候 特别准备的这种服装 而那种圆领长袖的服装 则适用于一些更为正式的场合 这样的服装要求妇女在穿着的时候 既紧她的腰身 更能显出你曼妙的身材 难怪杨采尼一穿上这样的服装 就立刻吸引到了尼古拉斯凯奇的注意 色彩是体现泰国风情的重要方式 不仅是传统的泰国服饰色彩浓重 就连大街小巷都被艳腻的色彩充斥着 五颜六色的嘟嘟车 是泰国最别具一格的交通工具 当然也是电影中的常客 在《赌拉拉生殖记》里 拉拉和同事就曾经乘坐嘟嘟车 在巴提亚的大街体验了一把 飞驰的嘟嘟车 在狭窄的街道上快速行驶 格外惊险 如果你对这样冒险的路上交通工具心有余悸 您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泰国水上市场 体验泰式的威尼斯风情 从曼谷区车南下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丹能沙朵水上市场 每天一清早 附近的村民就会划船 或者步行来到这条充满生机的河道 数以百计的小船 每天都在不宽的河道里穿梭往来 那一艘艘小船 犹如一个个小小的商店 或是迷你的餐馆 人们在这里尽情地购物就餐 阿婆阿沈们忙着制作各种美食 准备迎接来自各方的食客 贩卖着各式旅游纪念品的船家 用木钩把你乘坐的小船 拉回他的移动商铺 这样的经营方式 你又怎能错过呢 熟悉泰国风情的导演彭氏兄弟 自然不会错过 在曼谷杀手里安排一场水上的枪战 在曼谷杀手这部电影当中呢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 莫过于水上市场这一场戏了 场尾的木船 摩托艇 摩托车 轮番上阵 真的是给观众带来了 既精彩又新鲜的动作场面 最早将水上市场的场景 用于电影拍摄的 其实是007系列影片 铁金刚大战金枪客 不过真正将水上枪战 发扬光大的 还是曼谷杀手 也许是受到了曼谷 那个令人着迷的 异于风情所支配 尼古拉斯凯奇 开始质疑自己的杀手身份 延误了自己背负的暗杀任务 而遭到组织的疯狂追击 水路两栖的追逐站 在传家揽客的吆喝声 观光客和附近居民 讨价还价的声音中展开 江湖险恶 也许金盆洗手 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不过这场水上市场的混战 可以说是为枪战情景的拍摄 提供了一次成功有效的尝试 如果说你觉得枪战的场面 还不够刺激 但你可以到泰国 另外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泰拳馆 体验泰拳的真功 除了与日本大际宗 那位帮基督 美国珊 冰健体的中性 cdi 必然是可以bn算 太队的 虽然是所有本位 美国 Quinn 虽然 中国 有可能 想到 我们能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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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观众朋友们 最初是通过一部名为泰拳的电影 开始了解到这一项运动的 影片的主演托尼甲 以其出奇致盛的动作 一跃成为闪耀国际影坛的巨型 外国评论甚至认为 他的动作难度已超越成龙 足以成为李小龙的接班人 来去如风的腿法 以及惊人的弹跳力 实在是难得一见 片中的所有动作场面 绝无替身和电脑特技 被称为最激烈的 泰国打斗篇 而且动作设计充满韵律感 动作场面与精神主题 融合在一起 让观众在经受过血腥的冲击后 对影片的文化内涵 也有了深刻的体会 电影中的泰拳 更多的表现了 具有观赏性的一面 比如帐篷上凌空弹跳 伊子玛横跃车底 飞身跨过滚烫的油锅 纵身穿越铁线圈等 高难度动作 一气合成 给观众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跟泰拳电影完全不同的是 现实当中的泰拳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运动 我现在已经是穿好了 泰拳的各种装备 待会我们去请教一下老师 他跟西方的拳术 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练习泰拳之前 需要身着专门的运动服装 并且要握紧双拳 用布料包裹手指 以保护拳手 然而在1937年以前 拳手们常常裹上 玻璃纤维质地的护拳 来伤害对手 由于泰拳的高质伤率 这项运动曾经被禁止 直到国家制定了一些 保护拳手的比赛规则 泰拳运动才得以发扬光大 看着周围正在训练的拳手们 那洒爽的英姿 我们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我想要学习一些 普遍的动作 你教我一些吗 是的 但是我们一起做 太久了 我现在要继续 好 好 上场 咦 这样的上场方式 是不是也太不提名了 想要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 出色的泰拳选手 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不过既来之则安直 体验一把倒也无妨 除了基本的冲拳动作 泰拳选手还可以采用勾膝盖的方式 对准对方的头或者身体狠狠地撞上去 或者是选择高抬腿 踢向你的对手 看来泰拳和中国武术或者是西方的拳术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比起那些专业选手 我们记者的水平实在是让人难以恭维 换了好几个教练都毫无进展 最后这位聪明的教练 假装受伤摆下阵来 才躲过了无休止的纠缠 您可别因为这位蹩脚的学员 就小看了这家跆拳馆的实力 这里可是为泰国培养出 最多冠军的跆拳馆 我们聊天 无论是泰拳运动本身还是以泰拳为基础 演化而来的泰拳电影 都在传达一种冷静 自信 无畏的精神 而泰拳电影的结局 仿往是宣扬 惩恶扬善的主题 我讨论是泰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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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托尼甲之后 泰拳电影的舞台上 如见出了不少优秀的演员 丹楚鹏和杰加亚宁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泰拳演员 和成为一名泰拳选手一样 需要练预域般的坚果训练 在电影《泰拳打火成功》之后 泰国电影业相继涌现出 《火云道》、《东音宫》、《女拳霸》等 优秀的泰拳题材系列作品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功夫电影的极限 将泰拳的火辣劲爆十足威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通过电影走进这项运动中来 一个镜头一段台词 其实就可以让您足不出户 跟随电影的脚步玩转泰国 那些隐藏在风景背后的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让您萌生去 泰国电影外景地一探究竟的冲动呢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泰国之旅 看看这个热门的电影外景地 还有哪些惊喜在等着我们 好了 感谢您与我一同分享 今天的世界电影之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多谢您免ا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下周同一回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感谢观看